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研究机构Tech Insights近日发表的报告长期半导体和设备预测指出。 2024年将是全球半导体行业收入创纪录的一年,总市场规模将超过2022年的峰值。 预计未来十年,市场规模有望翻番,创造超过一兆美元的收入。 机构认为,2023年对半导体行业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,需求减弱,供应过剩,以及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导致行业低迷,消费者对电子产品需求的减弱从根本上影响了半导体行业。 受电子行业低迷影响最大的是记忆体行业,生产过剩导致记忆体晶片大量库存,并且很难转移。 记忆体晶片平均售价ASP暴跌,但2023年年末情况开始好转,表明需求正在复苏。 此外,在人工智慧、AI需求带动下,更先进的3D记忆体晶片市场也得到加强。 机构表示,在AI晶片上升的推动下,罗技晶片的平均售价出现了显著上涨。 汽车半导体同样是一个提振市场的领域,不仅电源、IC需求增加、车内娱乐、安全功能、驾驶员监控、自动驾驶等都带动了对先进晶片的需求。 Tech Insights表示,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收益,而不是出货量。 数据显示,尽管IC出货量与2023年第三季度相比,持续下滑2%,但是2023年第三季度,IC市场出货量环比增长10%,先进人工智慧和汽车用力的平均售价不断上升,抵消了消费电子产品的下滑。 在此背景之下,有消息称,三星和SK海力士正在计划增加明年半导体设备投资。 其中,三星电子计划投资约27兆韩元,SK海力士计划投资约5.3兆韩元。 与今年相比,投资额分别增长25%和100%。 同时,两家公司也调高了明年的出货量,三星计划将DRAM和NAND产量分别扩大约24%,SK海力士计划将DRAM产量提高到去年年底前的水平。 尽管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,但有多种解读认为,今年已经触底。 事实上,摩根士丹利预测,2024年,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将比今年增长3.9%,并表示,设备上的AI人工智慧将创造新的需求。 AI需要大容量存储器,这也具有扩大高价值产品需求的作用。 因此,三星和SK海力士,两家公司增加设备投资和产量的原因,是为改善行业状况,做好准备。 三星电子曾经是全球第一大研发二与D公司,目前已滑落至第七位。 全球研发企业2500强中的韩国企业数量也有所下降。 根据欧盟委员会12月17日发表的《2023年工业研发投资榜单》,三星2022年的研发投资为184.351欧元,约合200.83亿美元。 这家韩国科技巨头从2021年的第六位下降一位至第七位。 三星是前十名中唯一一家较上年排名下滑的公司。 三星的第六名位置被德国汽车制造商福斯汽车189.8亿欧元夺走。 过去包括2018年,三星曾多次稳坐榜首,但这一次它输给了谷歌母公司Alphabet,Meta,微软,苹果等美国公司,并且落后于华为和福斯。 2022年,2500强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额同比增长12.8%,达到1.249兆欧元,闯历史最高水平。 三星电子的投资增长10.3%,低于平均水平。 前100名中只有四家韩国公司,SK海力士第59位,LG电子第72位和现代汽车第91位。 2013年,进入2500强俱乐部的韩国企业有80家,但到2022年,这一数字下降至47家。 在2022年,全球前10名和50名企业分别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额的17.7%和39.1%。 欧盟委员会表示,过去20年,研发投资由少数公司主导。 韩国是一个只有少数公司进行大量研发投资的国家。 三星电子占韩国企业年度研发投入总额的49.1%,排名前五的企业占韩国研发投入总额的75.5%。 在这方面,韩国让日本26.1%,美国23.7%和中国22.2%相形建出。 韩国也与加强各行业研发激励的全球趋势脱节。 虽然经合组织OECD的大多数国家地区并不区分大小公司的研发税收优惠,但韩国却有一个歧视大公司的制度。 据韩国科技评估与规划研究院P-STEP统计,韩国人均研究人员数量为90.6人,在OECD国家地区中排名第一,但拥有科学技术博士学位的人数为39人,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49.2人,在36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21位。 P-STEP的一位官员表示,到2050年,拥有理工科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数将减少到现在的一半。 为了挽救三星的颓势,2023年12月初,三星电子社长李在荣随韩国总统尹熙悉前往荷兰,与曝光机制造商ASML达成重要的商业协议。 三星和ASML同意共同投资,依照韩元约合7.62亿美元,在韩国建设一座研究工厂,以开发使用EUV曝光机的尖端半导体制造技术。 三星电子总裁兼CEO,设备解决方案部负责人Tiang Kaiyuan博士强调,公司的最新协议将帮助其获得下一代高数值孔径,Hi-NAUE吐光机。 目前,ASML是全球唯一的EUV曝光机制造商,该产品用于制造7奈米及以下制程晶片,然而这类设备粘产量仅为40台至50台,供不应求。 比赛容此次访韩,目的也是当面协商请求ASML优先供货。 Tiang表示,三星已经获得了Hi-NAUE吐光机的优先供货权,相信可以利用此次机会使得三星在DRAM记忆体晶片和逻辑晶片生产中优化Hi-NAUE技术的使用。 在即将与韩国经济道东滩建立的晶片研究设施中,来自ASML和三星的工程师将合作,改进EUV晶片制造技术。 三星与ASML的交易重点,不是单纯将2奈米晶片制造设备引入韩国,而是与这家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,以便更好地利用下一代设备。 消息称,ASML计划在2024年,推出10台2奈米晶片制造设备,而英特尔已经预定了其中的6台。 最新型号的Hi-NAUE曝光机可以将聚光能力从0.33提高至0.55,能够获得更精细的曝光图案,用于2奈米制成节点。 未来几年,ASML希望将这种最新设备的产能提高至每年20台。 在成功获得ASML最新曝光机之后,三星计划于2025年底开始生产2奈米晶片。 然而,有第三方分析称,这一计划可能出现延迟,这取决于市场状况和生产良率等。 高通几年前,将效龙888、效龙8站E晶片独家委托给三星代工,使用5奈米、4奈米制成工艺,但由于三星工艺问题,这代晶片出现了严重的发热问题,致使高通不得不紧急转而寻求台积电进行代工。 近日有消息称,高通第五代效龙8有望重新回到三星进行代工制造,使用2奈米工艺。 不过,台积电、三星、英特尔都对2奈米制成野心勃勃,积极向客户展示最新技术,试图争夺订单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